哈里斯郡郡長Lina Hedago在週二宣布 從即日起凡是在哈里斯郡衛生署負責的疫苗接種站 開始接種第一劑疫苗的人 將獲得獎金100美元 每個人從哈里斯郡市民健康獲得100美元 郡長希望通過這種方法 讓更多還沒有接種疫苗的人 能夠來主動接種 這項計劃將持續到8月31日 哈里斯郡衛生署有10個疫苗接種站公布在網絡上 哈里斯郡衛生官員表示 隨著Delta變種病毒的擴散 疫情狀況甚為嚴重 在哈里斯郡衛生系統的醫院內 因為COVID-19而住院的病人裡 98%的病人是沒有接種過疫苗的人 在宣布100美元獎勵的當天 確實有比往日多出許多人來接種疫苗 在接待區外排大隊 獎勵的資金來自於聯邦美國營救計劃法案 230萬美元的撥款 新唐人記者 易永齊 休斯頓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